我这个好大 这是猫眼罗产的那个籽 跟沙子和在一起了 就形成这个了 退潮以后放在这个沙滩上 回头晒的就干了 特别脆就坏了 它现在还不会握沙 我帮帮它 打小就培养它握沙 现在海边特别多这种 从这个小爷爷里面都能看见那个肉了 它这个鼓包是平的 一点都不鼓啊 这个厉害 这是个高手 怪怪这么大海 哇这个真漂亮 不用挤自动收缩 这是我抓过最漂亮的那个莫雅罗了 就一个吗 这么漂亮就自己啊 不用挤啊 自己就把那个水花给散开了 这个真好 这螃蟹浑身都是刺 最容易给这个鱼网缠上了 身上都是麻麻赖赖 下来吧 这个螃蟹没有肉 你别看它长得挺胖 全是蟹壳 这个还活着吧 这个螃蟹会装 活着 一般它不搭理人 只有放在那个热水里面它才活跃 好长时间都没见到它 给它带着 这个洞好胖 刚才自己往外喷了这么多的水 这里面应该是一个蟹毛 哎 看到那撑往那个鼻子了吗 哎 我一碰它就往里面缩 应该是往这个地方来了 它这洞口就比较胖 哎 要是用盐的话 应该也能抓出来这个 差不多了 哎 正好碰到它 这个漂亮 你看它这个洞口有多胖 挖给你们看一下 基本上从洞口就能判断这个蟹毛 有多大 你看 有手指头都粗这个洞口 这个特别听话 它鼻子都不掉 鼻子就给它放着吧 这河通越大的话 它逃跑的速度越慢 我刚才追了它一会儿 它自己卧在这个地方 也不动它了 让它展示个才艺啊 展示个生气 这个生气也不行 这小的生气的话 也气不大 就这个是不是海生拉出来了 应该是啊 看着像 就这种小海生的话 就是海生苗了 现在做成一个小球了 成了一个圆了 这么大也带着吧 这么长时间也不见一个海生 也不舍得放它 就这样的洞都有东西 看见给它扒开以后 就能发现里面有啥了 这是个月亮被 这个不大 这是小个头的 这个不要 太小了就给它放 好 好 好